那開開這比較長大以後 成為青少女之後 你的恐懼 對爸爸的恐懼又不一樣 他的電話我敢接了 但是如果看到實際的本尊 站在我面前的話 我距離大概差不多就是 我跟醫生這麼遠的距離 我就差不多 我覺得夠了 你不要再靠近我 對 對 會害怕 那恐懼感很 很莫名其妙的會一直存在 其實你已經心裡 已經想過說 其實他沒有那麼可怕 他真的只是 那時候你是國中嗎 那時候差不多國中 國中高中了 國高中 那說 他晚上會來狂敲你的門 會啊 因為他也會想說 我自己有女兒 我覺得他可能在那邊 看到人家家庭和樂 他就會想到說 我自己有小孩 那他就想要敲門 然後想要跟我聊聊天 殊不知我門是鎖的 對 因為國中高中 一定都會想要這樣鎖門 那我爸就生氣了 你怎麼開鎖門 我爸爸想要看看自己的小孩 都不可以嘛 那我就只好把門打開嘛 然後可是我們以前睡覺 是不穿褲子的 所以你也沒有時間穿褲子 對 所以我就趕快躲到 面被裡面 那我爸就會 你現在是怎麼樣 胸部長大了 然後開始有什麼 他就會講一些 很比較不好聽的 生理的字眼 然後就直接把你的面被這樣 怎麼樣 你爸我不能看是不是 你也是我的一塊肉 這個是 對 然後自從這一次之後 我就發現 Oh my God 我跟我爸距離越來越遠了 我更害怕他了 我爸爸這麼粗暴 對 可是他不知道 他可能不知道你 他不曉得自己這樣子吧 不是 他不知道 你沒有穿褲子的 他有說 他說你是沒有穿褲子 還不敢讓我看嗎 那有什麼關係 我是你爸 對啊 聽說他也曾經 把你叫到房間去檢查 不是 不是做身體的直接檢查 他是把我叫到房間 有一次我帶著同學 一起到我們家 小時候就想要 朋友一起來做課 然後女生跟女生 國中生很幼稚 會打屁股好好玩 然後我爸看到了 對 那我朋友回去之後 我爸直接把我叫到他房間 然後叫我關門 我說幹嘛 然後他就說 你不要覺得你現在 懂良性了是不是 然後就開始講 你現在會電衛生棉 有月經了是不是 你性向給我正常一點 我說那有什麼關係 對 他就會講一些 很奇妙的字眼 然後 就是這個光未生棉 這三個字 他講了半個小時 然後月經什麼的 結果後面我才發現 他總結說 他可能講不出 他自己要講的話 他的總結只是 他希望我性向是 跟男生交往 而不是跟女孩子 他怕你 他怕我是 變成同性戀者 對 並不是想要侵犯你 應該不會想啦 沒有 有些家庭 家裡面爸爸會做出 對女兒非禮的事 你聽完以後有沒有害怕 我覺得會耶 會喔 會怪的 爸爸用這些語言的話 我就會內心會感覺到很毛的 而且很多爸爸 在侵害女兒的時候 他是愛跟那個侵害是同時 像我有聽 有遇過的狀況就是說 他會一邊觸摸你的身體 然後一邊說爸爸很愛你 爸爸喜歡你 然後爸爸真的是太愛你了 然後一邊碰觸你 又一邊講愛你的話 那有些小孩 他是很小的時候被觸碰的 所以他那時候 小時候並不知道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了 等到慢慢到了國中之後 有學健康教育課 他開始知道 突然意識到 有一點像被電到一樣 突然意識到說 爸爸那時候那樣碰觸我 原來是什麼意涵的時候 那時候才是真正進入到一個痛苦的深淵 然後內心又很矛盾 因為爸爸一邊又說愛你 可是一邊又侵犯你 可是到了你那國中 開始意識到說 原來這些所代表的意涵是什麼的時候 那你開始不能接受 然後你開始會覺得 他怎麼那麼可怕的時候 那這時候 原來他跟你很親近的 那這時候你要開始拉遠距離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那種被父親 爸爸侵害的 被不當碰觸的小孩 我真的覺得那個整個拉扯 跟那個長大之後 真的是失調 那個沒有辦法接受的狀況 因為我自己也有女兒 對 如果我女兒他 我跟他敲門他不打開 我也會尊重他 因為青少女 對 他很可能有他的情緒 對 第二個事情是 他即便有穿衣服蓋著棉被 我也不會把他掀開 更何況你已經跟他說 你沒有穿褲子 然後他硬要把你掀開 然後再來 如果是月經來 第一個他把你叫進房間 也不要把門關起來或鎖起來 然後月經這個事情應該是 這個會跟媽媽說 女兒是不是那個 青春期 青春期那個來了 那可能有些事情 就要我們要特別關照了 應該是這樣子 對啊 對 他應該去照顧我 有一個案例 這個啊 這些東西我是不會想過 因為那個 我們沒有這樣子的家庭環境 對 是 像我們 譬如說 你說你怕你爸爸 觸碰你 會 小時候我爸爸是革命軍人 一板一眼的 公事公辦的 我爸爸從來沒講 笑話給我聽過 也沒有抱過我 親過我 所以我小時候 到國中高中 對爸爸是很陌生的 沒有抱過我 親過我就算了 那時候我也太 那時候我喜歡跳舞 我交朋友 我就會穿粉紅色的褲子 或紫色的褲子 或噴香水 然後弄得好像很時尚的樣子 你吃皮 不是 你吃 爸爸你肝皮沒關係 我爸爸怎麼說 你知道說 你是不是 尤其我爸爸講的外省腔 我根本聽不到他講什麼 有時候 真的假的 真的 我爸爸講的話 有時候媽媽的翻譯 真的 那時候他只叫我 那是哪一省 江西 江西省 他還叫我說 我們從澳門來的時候 我們講廣東話 他說你不要講廣東話 你要講台語 講台語 要跟台灣人融入 他自己講的頭頭是頭 自己一句台語都不會講 什麼自己都跟老 他們有個員工叫劉小姐 沒有結婚了 他們是叫 老小姐 老小姐你過來 老小姐 我是我老 老小姐 所以他自己都沒有學 但是他還好救了我學台語 可是最重要的是我穿得很時尚 他噴香水 他們那個時代 男生噴什麼香水 他講的句話很粗魯的話 你是不是要去新公園 賣屁股 什麼什麼 去新公園賣屁股 因為新公園當時是玻璃圈 去的地方 我絕對沒有看不起這些 我非常肯定這些人的愛情 高先生 實際的案例 我們台北市警察局 婦幼隊辦的一個案件 從2014年有一個女孩子 十三歲而已 十三歲 他十三歲開始就被他爸爸 因為他單親 被他爸爸開始就撫摸性侵 性侵到了從2017年到2019年 總共強姦就性侵85次 都不敢報案 那因為他就跟長大了 已經十七歲了 四年 長大四年 性侵了85次 因為就跟那個輔導老師講 輔導老師講說 你為什麼當時不趕快報案 就帶著他去 我們那個婦幼隊 警察隊報案之後 因為那個時空背景 小孩子怕爸爸 媽媽已經不在了 就問那個小女生 為什麼你爸爸在欺負你的時候 你都不敢動 他說我只能乖乖躺在那邊 那我不敢動的原因是因為我怕 我爸爸被抓去關 那所以他士林地方法院 檢察署的審理他爸爸 這個案子的時候 他爸爸還反駁一句話 他說因為我女兒長大了 他到處去那個 他姓陳寅 他已經有姓的陳寅癖 所以四處去交男朋友 那我是為了要防止他 去外面被別的男生騙 所以我才性侵他 他爸爸被判了十六年 這個是實際生活 現在 現在當下的案子 台灣外公有些人生 真的 性侵比較不如 因為我對自己的女兒性侵 就是性侵 新聞娃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